你知道吗?如果没有空调,可能连夏季大片都不存在 没错,空调的发明改变的不只是天气 它连我们的生活节奏、城市样貌都重塑了 那空调是谁发明的?又是为了让谁吹冷气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最早的空调,根本不是为了人类服务的 故事要从1902年说起 美国纽约有一家叫做萨克特印刷公司的地方 遇到了一个大问题 夏天一热,纸张就稀释膨胀 由墨对不准颜色印出来一团糊 印刷工人急到快疯了,客户也天天在催稿 于是他们找来了一个年轻工程师 年仅25岁名叫威利斯·凯利 威利斯·凯利 凯利那时候刚从大学毕业,是个标准理工男 喜欢研究空气的湿度 温度气压这些别人觉得无聊的东西 但也正是因为这个无聊的爱好 他提出了一个疯狂的点子 我们能不能控制空气里的湿度 让纸张稳定一点 于是他设计出了一套系统 用冷却盘管让空气降温除湿 再把处理过的空气送进印刷车间 这套装置在1902年夏天正式启用 结果惊人 印刷精度提高了 客户满意度也提高了 于是世界上第一台现代空调系统就这么诞生了 没错 它的目的根本不是降温而是厨师 但凯利的公司很快意识到 这套系统还太笨重太贵 它使用的制冷剂是安器 有毒且毅然只能用在工厂和大型建筑 想要走进民用市场 必须找到更安全更高效的冷煤 以及更小型的压缩机 这个巨大的技术挑战成为了下一阶段的关键 更讽刺的是 那时候的人还不觉得这玩意儿有多重要 工人们虽然觉得凉快了一点 但大家只觉得 哦 这个东西让机器好用啊 人类真正意识到空调原来可以这么爽 要再过十几年 工程师凯利也意识到 给机器和给人用的冷气是不同的 他继续深挖研究了温度湿度气流 和辐射这四个要素对人体的影响 并在1911年发表了著名的湿度控制理论 后来又提出了舒适度曲线的图表 这套理论第一次让制造冷气 变成了制造舒适 为后来家用空调的诞生铺平了道路 但一战爆发 开丽的雇主决定退出空调业务 开丽认为空调的未来是光明的 于是1915年 他与六位同事凑了三万两千美元 成立了开立工程公司 Carrier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这是一家纯粹为空气调节而生的公司 这标志的空调不再是某个企业的副产品 而成为了一个独立的雄心勃勃的产业 进入1910年代 越来越多工厂开始使用空调来控温控湿 包括纺织厂 食品加工厂 甚至军火工厂 但这时候空调依然是一种工业设备 不是给你我用的 但故事很快就有了转折 时间来到1920年代 美国经济快速成长 城市人口暴增 夏天越来越热 室内越来越闷 人们开始意识到 诶 为什么我在工厂里能吹到凉风 在家里却只能流汗 于是 有钱人最先出手 1920年代纽约的百货公司银行餐厅 开始尝试把工厂用的空调装到店里 结果一试成主顾 顾客疯狂涌进来吹冷气 顺便买东西营业额竟然还提升了 很快电影院也加入了空调革命 那时候的电影院夏天简直就是真龙 票房一到暑假就跳水 于是1925年 纽约的派拉蒙电影院 Paramount Theater 安装了由开立公司设计的空调系统 为了宣传他们打出了降温疗法 Refrigerated Air的标语 这在当时就像一种科幻小说里的新技术 结果直接爆红 观众们第一次发现 原来看电影还可以这么舒服 从此以后 每年夏天 大家强着去看电影 顺便吹冷气 顺便约会 电影院的夏日营收 从跳水变成了票房黄金档 空调虽然不是夏季大片诞生的唯一原因 但它绝对是最重要的助推器 它让影院可以在夏天坐满观众 让好莱坞敢于把最重磅的制作 放在暑期上映 这才真正催生了我们今天所知的暑期大片文化 而就在这个时候 空调也开始走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不过早期的家用空调价格惊人 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窗是家用空调 直到1932年才上市 你知道它有多贵吗 当时一台售价高达1万至5万美元 考虑到当时的购买力 这简直是天价 换算到今天相当于一栋郊区房子的首付 根本是超级贵族家电 为什么这么贵 因为早期的家用机都是贵机或小型中央空调 体积大 安装复杂 必须由专业人员安装 但真正的平民化转折点出现在1930年代末 一家名为通用电器 技艺的公司 以及后来的其他竞争者 开始研究一种一体化的 可以挂在窗户上的小型空调 这正是我们今天熟悉的窗室空调的雏形 它大大降低了安装难度和成本 为二战后的普及做好了准备 真正让空调普及到普通家庭 是战后美国制造业大爆发 再加上新型冷煤发明压缩机技术进步 生产成本下降 讲到这里 我们就得提到一个关键词 弗利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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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诞生 是杜邦公司Dupont的杰作 他们是为了取代当时冰箱 和空调中使用的有毒冷煤如安饼丸等而发明的 弗利昂的出现 让智能设备第一次真正变得对人体无害 这是空调能走进千家万户的安全革命 也是品牌方杜邦对人类生活的一大贡献 当时大家觉得这简直是完美冷煤 但问题也跟着来了 到了1970年代 科学家发现 弗利昂飘到大气层后 会破坏臭氧层 让地球表面的紫外线越来越强 增加皮肤癌 白内脏等风险 而且它在大气中能飘几十年 几乎不为自己分解 这个发现震惊全球 于是1987年各国签署了蒙特利尔议定书 开始逐步淘汰弗利昂 同时开发出更新一代的环保冷煤 让空调既能制冷又不再伤害臭氧层 在环保浪潮之前 空调还面临着另一个挑战 能源危机 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 让美国乃至全球的能源成本飙升 人们发现空调是家中最耗电的电器之一 这迫使制造商们如大金三菱等 开始投入巨额研发关注能效问题 节能而不是单纯的制冷 成了新的技术竞赛方向 这也直接推动了变频技术 inverter technology的成熟和普及 让空调能更精确更省电地工作 所以空调的进化不只是技术上的进步 某种程度上也是人类面对错误 愿意修正的一种集体成长 而随着冷煤改良 价格下降 技术进步 到了1950年代 美国中产阶级开始批量买空调 甚至成了买房必备 空调的普及也悄悄改变了整个世界 像是美国南部以前天气太热 经济发展缓慢 但随着空调普及 城市开始吸引更多人口 经济开始腾飞 甚至改变了选举半途 再比如中东的新兴城市 新加坡的办公大楼 马来西亚的室内商场 没有空调 这些地方根本无法像今天这样密集的办公 生活和消费 甚至全球气候大会都是开在冷气房里的 但你有没有想过 全世界都爱冷气吗 我们刚才讲的普及故事 主要发生在美国和亚洲 当你把目光投向欧洲 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欧洲大部分国家为什么普遍不用空调 原因主要有这几个 第一 气候凉爽且热的短 欧洲大部分国家夏天气候凉爽 尤其像德国英国北欧等地 以前夏天白天25度已经算热 晚上还会降温 根本不需要空调 第二 历史建筑的限制 很多欧洲城市的房子是几十年 甚至几百年前盖的 它们墙后窗小 原本是为了冬天保暖 夏天隔热而设计 要为这种老建筑 安装现代冷气系统 工程非常麻烦且昂贵 第三 电价和环保意识 欧洲电费比美国和亚洲 许多国家贵得多 使用空调的成本很高 加上环保意识普遍较高 很多人宁愿选择用遮阳帘 自然通风电扇等方式来降温 作为一种文化习惯和环保选择 第四 文化习惯不同 有些欧洲人觉得夏天 就是要热一点流汗正常 尤其老年人口多 对冷气反而觉得不习惯 容易感冒 不过这个局面现在也开始变了 随着极端气候加剧 像2022年2023年 欧洲就连续暴热浪 不少国家空调销售暴增 尤其在法国西班牙 意大利等地 年轻人开始装冷气了 这告诉我们 空调的普及与否 不只是技术问题 更是一场气候历史经济 和文化习惯的综合较量 不仅如此 空调还悄然改变了城市建筑的样貌 在空调出现之前 建筑设计需要考虑到通风遮阳 窗户要大 天花板要高 但有了空调 建筑师可以设计出密闭玻璃木墙的大楼 外形更时尚 更节省空间 但完全依赖空调来生存 纽约的西格拉姆大厦 全球所有摩天大楼 都成了这种空调依赖型建筑的典范 所以空调看起来只是一个降温设备 其实它早就变成现代社会的基础设施 但故事还没有结束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 空调的需求量正在爆炸式增长 未来几十年 全球的空调数量预计将突破50亿台 新的争议出现了 空调在对抗热浪的同时也消耗了巨大的电力 并排放了大量轻浮碳化合物HFCS 虽然不破坏凑养成 却是比尔氧化碳强数百倍的强效温式气体 空调行业正在努力寻找下一代 超低全球变暖前男子LogGWP的冷煤 以及零能耗的创新制冷技术 我们以为自己选择了空调 但某种程度上 是空调重新定义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好啦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边 下次你在吹冷气的时候 不妨想一想 这一缕凉风背后 其实是一整段科技成人类社会的大变革